方苑香这边 一早是举办了文革节 吸引将近千位的民众 到场同欢 而现场还可以体验 一种很特别的活动 详情我们连线给陈云 陈云请说 好的 只不过观众 许多爸爸妈妈假日 带着小孩一起来到了 彰化分苑香 另类的消暑新玩法 大家拉高了袖子 卷起裤管 拿着水桶在田里 不断地摸牙摸 还有小孩是直接 把身体都泡进了水里 这个真的就叫做 梦拿减四口 一年一度 彰化县的宝贝文革节 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两年了 就是因为彰化的 余温面积达1700多公顷 临海地区的文革产业 占七成以上 产量可说是全国最高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 在烈日艳阳下体验摸文革 今年的活动 可说是特别不容易 因为之前凯米台风 重创养殖渔业 彰化县严海全淹水了 文革跟牡蠣的养殖 损失大约4.7亿元 而今年照样开放 上千人来参加活动 民众挖越多就赚越多 还有人一挖就好几桶 既可以加菜 又可以体验挖文革的乐趣 好的以上下情况将时间交捧 至于正面的 出品